現在我要介紹讓那個振動感應器回傳直到電腦去 首先我們先準備一個D1 mini 再來是一塊麵包板 跟我們的主角 振動感應器 跟兩個排針 我們先把我們的D1 mini插在麵包板上 之後再把我們的排針插到我們的麵包板 對應的黑色這個後面 再來換另外一邊 最後再把我們的振動感應器插上去 這樣大致上就完成了 再來就是插我們的信號線 跟我們的電源線 信號線呢 是它叫我們這裡會有寫 用插在D0的位置 最右邊 中間這個是GND 就是接地 右邊是VCC 讓它插5V特電源 D1 mini上面 然後我們一個一個來插 這個VCC跟GND 可以一起插 因為它們兩個在這邊 因為它們兩個在這邊 這兩個是一起的 就直接插上去 插上去之後呢 我們的綠色是GND 藍色是VCC 所以我們的綠色去接的G D1 mini的G就是接地 插上去 再來 把我們的藍色線 接VCC 接上去 接完之後呢 我們就剩下一條線 這條線 這條線是在回傳值的 所以它叫這裡上面會有寫D0 我們把這條線插上去 插好之後呢 我們這一端 去插上D1 mini的D0 在最下面的右邊 左邊的第三個 插下去 這樣我們就接好了 當我們觸碰到這個的時候 這一顆 震動感應器的時候 當它搖晃它會回傳數值為1 如果沒震動的話 它會一直 一直顯示0 它會一個無線循環 這是我們Core寫出來的樣子 所以觸碰下去 它會 在裡面那顆顆粒震多久 那個1就會顯示多久 現在我要介紹 怎麼用D1 mini 讀取震動感測模組的輸入值 這程式要怎麼寫 首先呢 我們先打開我們的 鑽寫環境 然後呢 從第一行開始寫 所以我們要先 import pin的角位 所以我們要從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之後呢 我們要 輸入 import時間 再來我們就是要 宣告角位給它 我們的設定角位為16 讓它為輸入角位 然後呢這個角位 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 shake 第16隻角位 然後宣告它是輸入 再來就是進到我們的壞耳回圈 讓它無線循環的去偵測 不會讓它只有偵測一次就停下來 然後輸出我們的values 就是shake the values 當我觸碰到震動感應器的時候 它就會輸出為1 如果沒有震盪 它就會是0 它會一直無線的輸出 無線的輸出 碰一次就是1 碰一次就是1 到最後就變0 慢慢的變0 一直變0 然後我們讓它暫停個0.05秒 讓它有一點反應的時間 這樣我們就大致上完成 我們可以用 接上我們的D1迷你 然後按下開始鍵 我們要先存檔 我們先把它存到左邊去 然後按儲存 它就開始在跑了 當我觸碰一次 它就是會1 當我沒碰它就是一直在跑0 它這是一個壞有回去的一直在跑 你有看到它是我點一下 它會一直往上帶 它現在是現在的值 會讀到現在的目前的值 當我碰一下 它又是1 碰一下 它又是1 這樣它會無線的循環 這就是我們的震動模組感應的值 我介紹到這裡